先簡單問一下,今天來就是比較扣椅子的部分 那之前有講到絕對不會和解對不對 可以講一下 因為不會和解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就是希望他可以受到一些法律的制裁這樣子 因為如果用和解就可以解決的話,我覺得我報這個就沒有意義了 他是有透露過小臉給和解的意思嗎 沒有,因為一般大部分的都會覺得像這種案子的話,總和解路線比較好 可是我的認知就是這樣我就要告他為什麼我要和解 而且他罵我是非常侮辱性女性的字眼,所以我真的不太能接受 你那時候第一次聽到的時候是不是覺得很 就傻眼啊,怎麼可以這兩個字那麼脫口無粗 而且他又是公眾人物,而且那時候正在直播 他那時候直播的時候一堆人在看 然後我的手機,我的IG最多一天留言就是一千多封流眠 一千多封留言,然後裡面有八百條留言都在罵我 然後因為他的原因,我還就是什麼被創改為幾百科 所以我覺得他帶風向跟那個粉絲的力量滿大的 就是有造成我很多的困擾,就是很多壓力啊,對 不知道他都快要入獄了,有什麼想要說的嗎 就台灣司法終於公正了 台灣司法終於公正了 因為他之前的事件的話 很多人都很疑惑為什麼他都可以 就是一直還在外面講一定要怎樣 然後還在那邊開直播 然後他的事件到現在才按理 所以我覺得就是台灣司法的公正 就是來的是時候 對,然後再加上我這件事情的話 就可能必須 可能必須要也是要做個了結啊 趕快做個了結 就是我也不想要就是引起什麼風波之類的 對啊,就是希望他進去好好做人 出來以後就是可以 嘴巴就是只要再有那個攻擊人這樣子啊 就是可以做一個正當的評論家這樣子 對那些本事我也有就是要跟他們提告 就是創改維基百科 只是他們在那個 他們現在那個訊息有跟我說對不起 所以我到後來我就想說原諒他們好了 對啊,至少他有說對不起 有算過損失多少是工作因此少了幾個嗎 業配的工作的話 就業配 My God 業配是少了一六條 對 可是 他們也不是跟我做切割 只是說 暫時先等風浪過後 對對對 因為 有一些 業主他們就是比較 比較 他們也是會喜歡話題性啊 所以我還是有接到一些業配 對 對